全堂诗卷1742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引碧山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全堂诗卷1742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引碧山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旧友告别了黄鹤楼 向东而去 在烟花如枝的三月飘向扬州 翻影渐渐消失于水天相连之处 只见滚滚长江在天边奔流 碧山尽 碧山尽 一座碧空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是李白初属壮游期间的作品 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 喜欢交友的诗人 他一生耗入鸣山游 在漫游和漂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足迹遍布中原内外 留下了许多歌詠自然美 歌颂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 开元十五年 公元七百二十七年 李白东游归来 至湖北安禄 年已二十七岁 他在安禄住了有十年之久 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以诗酒 会友 在外游历 用自己的话说就是 酒饮安禄 蹉跎十年 也就是 聚居安禄期间 李白结识了他 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 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 两人很快成了挚友 开元十八年三月 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 今江苏省扬州市 便托人带信 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 几天后 孟浩然乘船东下 李白亲自送到江边 宋别氏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一说此时约坐于开元十六年 公元七百二十八年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刚出四川不久 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 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是像黄金一般美好 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 这时已失明满天下 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 自由而愉快 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 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 太平而又繁荣 季节是烟花三月 春意最浓的时候 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 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 李白是这样一个浪漫爱好旅游的人 所以在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唱响曲和抒情曲的气氛里进行的 李白自太白号青莲居士 是屈原之后最具有个性特色的浪漫主义诗人 有诗仙之美誉 与杜甫并称李杜 其诗以抒情为主 表现出蔑视权贿的傲暗精神 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 有善于描写自然景色 诗风雄习豪旺 想象丰富 语言流转自然 音律和谐多变 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 吸取营养和素材 构成其特有的 归尾绚烂的色彩 达到了圣唐诗歌艺术的巅峰 存世诗文千余篇 有李太白集三诗卷 孤帆援引碧山静 唯见长江天际流